斯里老师以牛顿第二定律加速度的公式分析 车体重量40公顿加上行李乘客服务人员 估计全车够65公顿 假设当时的最高时速130公里计算 司机在进入隧道前发现的肇事的工程车 一度减速到100公里 再假设撞击的时间点为0.1秒 换算下来撞击产生的力道就有368公顿重 大约是遭到92头成年亚洲巷冲撞 清明廉价第一天台铁408次太鲁阁号 行进华莲大清水隧道时 撞上从边坡滑落的工程车列车当场失控 出轨酿成严重伤亡 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物理老师解答强大冲击力道 就是主要原因 重回事发前当时列车准备开进隧道 以太鲁阁号车体重量40公顿 加上行李乘客服务人员来计算 粗估全车共65公顿 假设最高时速130公里 司机在进入隧道前 发现滑落的工程车减速到100公里 再假设撞击时间是0.1秒 依照牛顿第二定律的公式计算 冲击力约为368公顿重 以一头成年亚洲巷4公顿计算 大约是92头亚洲巷总和 惯性导致这些座椅都跟这个我们火车整个脱离 那人的话就根本不用讲了很多应该没有系安全带等等 能够存活下来的区域那可能就是要看运气 理论上太鲁阁号会有600公尺的刹车痕迹 但现场车头距离撞击点却只有200公尺 推断驾驶有刹车 但意外来的突然即便减速也已经来不及 再来太鲁阁号是摇摆时车辆 过完时车体会倾斜撞击后产生离心力加速度 人被抛出的力量会再增加2到3成 加上有卖战票才酿成如此严重上网 接着让视捷台中藏导